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级读稿机一开口就给全国高中申报级 民国94年后出生的一男 四个月义务一将延长至一年 抗中宝台不再是梦想 同学们对政府的感谢 小英总统都收到了 现在在加码新规则 大学跟兵役三加一的复合式玩法 我们设计一个如何让我们的同学们 一来在未来的读书的环境里面 又可以兼顾服役 又可以兼顾学业的方式是什么 那一来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 让我们一来不至于因为服役 而影响到他整个生涯过后 或他的学业 日前国防部抛出兵役三加一 一男在三年内完成学业 并以一年的时间服兵役 工作研究所还没想好 欢迎新兵入五学拔草 而在上周教育部也公布了 相关的弹性休业措施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实施办法 校内要放宽每学期最高学分限制 超收学分不予收费 放宽属其开课条件 且选课人数不足人要开课 并在学生充堂时提供跨校选课 教育部也将提供大学专门补助 公立学生每名六万 私立每名十二万元 以及属修学分费差额 今年九月开学将正式上路 适用对象为须服一年的义务役 可在每年二月或九月 相互及地的工作申请 并在学期结束后的寒暑假入营 休学入五服役期间 不记录原有休业年限 女性也占不纳入范围 我本身是还好 但我觉得有些女生一定会介意 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觉得男女平等 就可能会觉得 那如果我会想当兵的话 那我可以这样做吗 那一年如果去当兵 可能就没有办法实习 他就可能跟未来职场的接轨 就会有一个落差 可能这个方法会比较好 就感觉不会那么冲突到时间 就感觉可以一次把所有事情做完 之后不会冲突到这个时间感觉 就不排斥三加一 对 教育部表示尊重学生自由选择意愿 近期会召开学校说明会 解释相关措施避免误解 看到政府这么努力推动 充实精彩的国军生活 新兵入伍继续练此枪数 我只能说各位深深学子加油 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中华民国 还好我已经退了 大哥 你这么讲就不对了 我也是怕那样 让所有的年轻人 在所有的大学课程的选择当中 多一个选择的机会 并没有强制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做 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而传而 主战部队还是有职业军人 束手陆海空 那异务役的这个军人 其实他也主要是在 守这个基础设施 或是在城乡之间 做这个保护工作 并没有直接上第一线 陆海空的这个领域里面去 太空港音乐艺术家年华 7月1号将在台北大家 和冰公园举办 除了不容错过的 梦幻含绕阵容以外 这次演员地升级成 台北今夏最大户外 泳池音乐节 七夕即将来临 额粉们千万不要错过 地表上最多妹子的音乐节 更多资讯请上KKTIX 无论外面的风雨多么飘摇 赖富的信赖台湾民主大联盟 绝对是稳稳地守护台湾 虽然前三弹出现参选立伟的 非凡公子跟李正浩不幸退选 陈欧阔为了捍卫清白退出选战 加上基隆立伟参选人张炳君 因涉嫌诈领助理费也宣告出局 民进党制今共有五人退选 两天前在宣布民主大联盟第四弹 加入四位台湾价值队员 其中最受瞩目的新兴 就是2020年退出时代力量 戒略民进党立委赖品于男朋友 AKA无党级苗栗现议员曾文学 那曾文学可能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318学运的学生 换句话说十年前 他已经站在第一线 各位国家的前途奋斗打拼 他选择最艰难的选区 来进行议员的选取 那当然他的努力 还有他的专业 也得到苗栗县父老乡亲的肯定跟支持 所以我跟民进党的议员们在议会 一直都是合作的关系 我们一起针对理念相同的议题 一起对抗在苗栗的国民党势力 这一次的合作就是延续了这样子的理念 当初同批退出时代力量的黄杰 虽然这次没能获得民主进步的青睐 无缘参选高雄立委 但以表态愿意加入民进党 去年选举斩获苗栗县 最高票当选议员的曾文学 这次仍以无党籍与民进党合作 出战苗栗县第二选区立委 该区历届立委都是国民党籍 其他民主大联盟的行进成员 还有在民进党内深耕多年的詹继提 将初选新竹县第一选区立委 对上国民党提名的徐新盈 另外两位民进党员著名立委 武立华和陈寅则立拼连任 2024团结一致 挺台湾挺台湾 2024团结一致 镜头转到2020年区域立委全军覆没 这次要卷土重来 挑战2024大选的民众党 首播推出三位立委候选人 包括在论文抄袭风波不幸沉船 被德民财经科大认证抄袭后 火速请辞的立委 只能回家看着毕卢面币的蔡毕卢 将在台中市第一选区 对战去年猜选台中市长落选的 民进党及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民众党现任不分区立委张奇路 参选台北第八选区文山南中正 对上72岁国民党超老星赖士宝 以及民进党民主大联盟的王敏生 上年三角都对战 还有去年参选宜兰县县长败给妙妙姐 高宏安当选新竹市长后 候补上位的民众党打币战将陈婉慧 将挑战宜兰县区域立委 对上国民党现任宜兰议员黄称廷 民进党则还在寻找替代欧博出战的立委人选 另外中正万华立委选战 柯P以表态支持无党籍的于美人 至于其他区域立委会不会蓝白河 就要看大家各自的造化了 什么票我们都要嘛 我们也不是说什么蓝白河啦 绿白河什么河都可以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帮台湾选出最好的人才 这样就好了 观众最困难的时候 那当时柯爸爸柯妈妈 伸出了元首雪中送炭 所以说今天柯P 他要来大家骂 人之常情 非常的自然 来家接待柯P 柯妈妈 柯妈妈 Vence The New School Party 7月14号星期五 就在华山1914文创产业园区Legacy 牺手完同低音炮大渊 来自牧山街头的少年董 传说中的肥男帮 用后世嗓音的嘻哈音乐 重击震撼你的灵魂 还有Karen C.C. 瑞德 王A跟Pixely木木 共同引领盛下复古街头潮流 现在与Vence官网和门市 购买New School鞋款一双 或消费满2800元 即可获得Vence The New School Party入场券一张 只送不卖 数量有限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